欢迎收看凤凰卫视每周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天天话题栏目 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非常荣幸的为您请到的是 来自北京匡时国际拍卖有限公司的董事长 董国强先生 董先生您好 欢迎你来到节目当中 作为国内非常知名的三大拍卖公司之一 可能国内的观众对于这个匡时比较了解 那可能一些海外的观众还不是特别的了解匡时 能不能请您借这个机会 在我们节目的一开始先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好吗 好 匡时是2005年成立的 到今年已经是10年了 到美国来征集呢 已经有六年的时间 我们从六年前开始就每年两次的固定的到美国来征集 那可以说是可能业内的人啊 业内比如说收藏界的人 或者是行家们可能对矿石是有一些了解的 普通的观众啊 普通的那个公众可能了解就少一些 那当时我印象还有一个还有个笑话 我们当时呢到旧金山去征集做了广告 然后呢旧金山有一个张大千先生的弟子叫匡时 跟我们这个字是一模一样的 匡时匡中英他也是老人家也是前年去世的 那么当时还有人说说怎么用您的名字做卖卖公司 说你要不要去告他们啊 那有多事的这个 这也是个笑话真的挺有意思的 然后呢我还因为这个呢和他就结缘 我们还一起成为好朋友望年舅 那么您这次专程到北美地区是来征集和鉴定一些海外的收藏品的 那么您说这个匡时已经到海外来征集有六年的历史了 以您这个过往的经验 您觉得有可能会征集到哪一些这个收藏品会比较多呢 哪一方面的 因为在美国呢是这样啊 当然我们征集是征集中国艺术品 当然是以中国的传统艺术品为主 传统艺术品一方面是瓷器玉器啊 各方面古代工艺品 那么再来就是古代的书画 那么相比之下呢 可能在古代书画这方面呢 我们征集的数量多一些 那首先第一呢 这边呢有很多的当年的老华侨 还有当年的一些国民党的政要 他们的后人 他们当年的时候从国内或者从香港或者从台湾到美国来定居 这样的比较多 那么另外一个呢 他们很多人是觉得 因为这一代人很多人也都年纪比较大了 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 他们都觉得这个东西呢 在他这一代上一代留下来的 到他这一代呢 他有些人喜欢 有些人即便不喜欢他还是比较把它祖辈的东西还是看得很重 往往他们的下一代人对这个东西都没有那种感觉 没有感觉 他们对这种东西可能是那种比较淡漠的这种认识 所以他们觉得那我不如把它拿出来 卖掉让更喜欢的人继续收藏 往往都是这样的情况 所以这方面我们到美国来征集的比较多的还是书画 那么您觉得在这个收藏品的市场上 其实把这个用很便宜的价格收到好的东西叫做是简陋 那么随着国内这个收藏品市场越来越热 可能这简陋的机会越来越少了 这是不是也是匡时走出国门 就是面向这个海外的市场来征集这个收藏品的其中的一个原因呢 首先要说明的一个啊 简陋呢跟拍卖公司是没有关系的 都是别人到拍卖公司来简陋 什么意思呢 拍卖公司只是一个交易平台 交易平台就说只是我们只是沟通买家和卖家 我们是中间是一个桥梁 并不是说我们从卖家手里把它买下来 然后我们来拍卖 所以呢我们来 我们每次到美国来征集 我们都要跟人解释我们不是买 我们是因为我如果买你的东西 我是专业的你是不专业的 那我我可能会占你的便宜 对我也不可能说国内值200的东西 我花300万买你的 只能是国内值200万东西 我想办法用100万甚至更低买你 对不对 所以呢我们是搞征集 征集呢 这个简陋呢是什么呢 这个简陋呢其实我觉得是 其实在今天的艺术品市场来说 更多的我觉得是个传说 这个简陋这个词其实害了很多人 我觉得我在这边征集的时候 我每天都能够碰到这样的人 他们都是抱着简陋的心理 到一些到一些小的拍卖 到一些古董店 或者到一些跳槽市场去买一些东西 那么应该说99.9%都是假的 而且这个假的都是最近国内刚刚做的假的 反销到美国来 也就是说现在国内的作假是埋雷埋到美国 然后很多中国的人到美国来采雷 那么现在已经出现这样一种情况 那么您作为这个框石 作为国内的三大拍卖公司之一 那么您对今年的这个拍卖市场 您是怎么评价的 或者说您觉得下半年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吗 我觉得今年的市场的情况跟去年差不多 艺术品市场经过几年的调整以后 应该说已经趋于稳定了 那么再有一点呢 外界总觉得艺术品市场 他总是把它跟股市看作 有联系 不是有联系 他们可能很多人是用看股市 或者看房地产的这样的这种眼光去看艺术品 其实我觉得这个肯定是不对的 因为艺术品首先第一 它是一个不可再生资源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拍卖公司 几家大的拍卖公司在征集上都非常困难 那么你说艺术品市场 它的下跌的空间有多大 对吧 东西都没有了 那你说还能怎么样 那么大家总是说这个市场 现在开始不如前几年好 其实更多的是看的是我们成交额 我们匡时成交额最高的时候 一年的成交额是42亿 那么我们去年和前年 我们的成交额就是20多个亿 那么应该说成交额减了快一半了 但是市场行情并没有减一半 市场行情并没有减那么多 有些甚至还是涨价的 大家你判断的这个成交额减并不是市场行情 是因为什么是因为好东西少了 或者说市场不是特别好的时候好东西不拿出来卖了 那我们没有东西卖我们的成交额当然就少了 但是单价其实你如果和三年前四年前五年前市场相对比较好的时候相比 价格变化其实并不大 您觉得这个未来这个艺术品拍卖市场的走势会是怎么样的 是会维持像近几年来这个书画为王的现象吗 您觉得这个趋势会是怎样的 书画为王呢 其实是大家评价国内的艺术品市场的一个特点 其实海外的整个中国艺术品市场并不是这样 整个的中国艺术品市场 就是不光北京香港 还有伦敦纽约 那么几个主要的交易中心 那么可以这么说 中国艺术品各个门类的成交 好的作品的成交这些年都很好 你比如说去年纽约的安思眼的专场 是今年春节之后 那么它也都是器物 那么成交卖的价格很高 其实现在的问题就是说 作品来源比较好 出处比较好 比较精的作品还是很高的价格 我们也知道最近的这些年 很多好的价格都是在这几年创造的 比如说吉纲碑 比如说永乐唐卡 对吧 包括纽约的拍的郑和的写经 都是这样 那么再有一点 为什么说国内的艺术品市场是书画为王呢 因为书画是国内拍卖公司的优势 首先第一专业上的优势 第二收藏群体主要是在中国 所以书画在北京的成交是占了整个艺术品拍卖的一个比较大的比例 可能达到了70%到80% 就是国内艺术品市场拍卖公司 成交额主要的成交额是书画 那么再有一点呢 书画的藏家 也大部分是以华人为主 所以呢 我们征集起来比较容易 你比如说我们到美国来 我们和一个华侨 即便他在美国生活很多年 他很多年以后都没回过大陆 但是我们跟他沟通起来没有障碍 但是如果说是一个洋人 沟通起来相对比较难 而且瓷器这方面的 包括古代工艺品 玉器之类的 可能是洋人收藏的这种比例又比较大 所以呢 可能国内拍卖公司 是以书画为主的这个现象 可能还在一定一段时间内 还是一个 还会保持这样的一种状况 您看好 这个中国的艺术品市场 其实是从这个上个世纪 80年代末开始逐渐的复苏的 那么他从拍出这个 亿万人民币价格的艺术品 差不多累积了有20年的时间 但是实际上从1亿到5亿 仅仅是在2010年一年就出现了 那么您觉得像5亿10亿这样的数字 出现在这个拍卖品市场上 是否代表说 这其中是存在一定的泡沫的 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我觉得任何市场都有泡沫 只要是一个市场 它就有泡沫 它是一个正常的经济现象 那么艺术品市场 其实大家总是 包括刚才你说的 其实也代表一个 一部分人的一个 对艺术品市场的认识 就是说大家更多的看到的是 那些天价 你比如打个比方 我们来征集 还是举征集的例子 它有一张奇白石的螃蟹 或者奇白石的虾 它一开口 它说我这东西要500万美金 那么为什么呢 它说因为我看了媒体的 看了报道 奇白石最贵的都卖了 四个亿了 很多卖几千万的 那么就是说 为什么呢 因为公众也好 包括媒体也好 更愿意传播的那种 是吸引眼球的这种价格 其实呢 其实大家并不知道 普通的人并不知道 奇白石的价格 有几个亿的 有几千万的 但是绝大部分价格 是一百万到两百万之间的 也就是说 它的作品 如果卖一百件的话 有八十件 是在两百万以下的 但是呢 大家只记住了 卖一个亿 卖两个亿的那个作品 所以呢 那么如果说只根据它来 如果大家只记住它的话呢 当然觉得这个市场的泡沫太大了 对不对 那么再有一点呢 是什么呢 你说艺术品市场 泡沫是什么呢 就是大家 很多人 很多资金 都盲目进入这个市场的时候 它的这种泡沫产生的 就是比较 会比较明显 其实我们就打个比方 就像倒啤酒一样 你倒得快的话 那个泡沫就 泡沫就自然就多 对吧 你慢慢地贴着那个 币慢慢倒的话 它就没有泡沫 其实这就是说 前几年的时候 艺术品市场 大家一窝蜂 都来买艺术品 那所以造成了这样的 那么现在这几年的市场调整 其实就是去泡沫化 对吧 在今天的这艺术品市场 其实已经经过了 五年的调整了 到今年来说 已经是第五年了 那我觉得现在 你说在这个市场当中的 大部分人是比较理性的 好的 关于您这次到这个北美来 征集的活动 我想观众可能还有很多的问题 不过我们现在的时间到了 我们要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回来 我们继续请教您这方面的问题 广告之后见 好 欢迎回来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凤凰卫视美洲台为您播出的 天天话题栏目 节目当中为您请到的嘉宾 是来自北京匡时国际拍卖 有限公司的董事长 董国强先生 董先生您看 上一part的节目当中 您给我们介绍了 关于这个投资收藏品市场的一些走向 包括您这次到北美来征集这个收藏品 要请教您一下 因为您刚刚提到 同样一个人的这个作品 就像齐白石先生的作品 有可能拍出几亿的天价 也有可能它只是一个相对比较普通的这个价格 那么作为普通的民众来说 如果我对收藏有兴趣 我要入门的话 怎么样去做一个判断 为什么有些东西它会特别的有价值 您给我们分析一下好吗 我呢经常 我曾经说呢 我跟媒体我也讲 我说什么叫专业 拍卖公司其实就是给市场提供一个专业服务 什么叫专业 我说专业有两点 一点是辨别真伪 那么这是大家都普遍比较关心的 都认为这个是一个艺术品市场当中的核心问题 那再有一个就是顾价 我们知道一个艺术家 一生创作很多作品 每一件都是精品 这是不可能的 也是不现实的 那么它的创作动机不同 创作环境不同 它创作时它的自己的状态不同 它所创造出来的作品肯定是不同的 你比如说在一个 我们都知道花家有的时候会有聚会 会有笔会 旁边比如说端茶倒水的小姑娘 说爷爷你给我画一张画 他随手给画一个 那个东西肯定就不是他的 不会是他的精品 对吧 那么他有的 有些艺术家是这样 他自己有创作的作品 创作了以后 自己留下来的 不舍得卖的 有些就是别人点名要画的 对吧 像齐白石一生卖画 他有很多作品都是别人 就是你给我画虾或者画什么 他画的不同的题材 他是收不同的钱的 费用不一样的 所以呢 也就决定了 他一生创作那么多作品 他的水平是有高低的 然后呢 再有一点价格 是还有一个决定价格的因素 是什么 是他的题材的多寡 这个题材在市场中很常见 很多 那么这个价格 这一类作品的价格就比较便宜 其实我举过一个例子 就是说齐白石什么东西最好估价 齐白石的虾最好估价 齐白石的螃蟹最好估价 为什么画的数量大 数量大的东西就好估价 为什么你比如打个比方 工业产品最好估价 为什么是批量生产 每一件都一样 对吧 你说你买一个苹果的手机 市场价是多少钱 就是多少钱 你说你买的比它贵 你去跟人说炫耀 我这个别人花五千买的 你花一万买的 你去炫耀别人说你是傻子 但同样一张齐白石 别人认为东西就只 一百万 你花五百万买了 你可以去炫耀 为什么你可以炫耀 说你们并没有 你们没有我 那个看到这件作品的 它的本身的内在的 这就是艺术品的这种特殊性 那么齐白石我听说 齐白石的螃蟹 齐白石的虾最好估价 什么不好估价 齐白石画一个苍蝇 就不好估价 为什么 因为一辈子 大家没见过他画 没见过他画 这个东西 其实拿出了以后 卖什么样的价钱 谁都无法预料 因为什么呢 因为有钱的人 只要是收藏齐白石的 他就要收藏这种稀缺的东西 因为今天不买 下一次再见到这个题材 不知道什么时候 这朋友今天 手头今天有点紧 看你螃蟹不买就不买 明年还有 每年拍卖都有 市场上有足够的货 对 有足够多的东西 其实艺术品有几方面 这是一个稀缺性 是一方面 还有一方面的是什么 它的是画给谁的 经常有人 这当然也是个小的常识 经常有人来问 说董总 说这个画上边写着 名字是不是就不值钱 是不是送给谁的 是不是就不值钱 我说要看送给谁的 送给名人的 对 送给毛泽东的 这个画就卖一个亿 那么这个一个亿里面 9500万都是毛泽东的功劳 齐白石在里边的 他的反而他就变得 违不足道了 对吧 你如果说卖 送给一个普通人的 那么就不如没有写名字 所以这个有没有上款 是不是画给名人的 是不是名人收藏的 也是这个价格的一个 影响价格的一个因素 所以艺术品呢 其实估价有多方面的因素 你包括你说 还是说今年纽约的 安思远的这个专厂的拍卖 很多价格大家行业里能说 呀这买的太贵了 为什么安思远收藏的 安思远是一个 享誉海内外的一个收藏大家 那么大家对他的这个收藏品 觉得我收藏一件 他收藏过的东西 是一种 也是一种怎么说呢 也是表达了一个 对他的一种敬仰 你包括什么 我们也曾经拍卖过 王世襄收藏的一批铜炉 那就比别人买的贵 对吧 那你其实很 这个道理非常简单 梦露穿过的衣服可以拍卖 换成别人穿过的衣服 这么多年过来 就是垃圾了 其实也是对名人的一种尊敬 一种崇拜 对对对对 对名人的一种崇拜 对名人的一种敬仰 对名人的一种怀念 还有这些因素在里面 那么艺术品收藏的是这样 名人收藏过的东西 任何时候 都会比普通人 收藏的要贵很多 那么根据他的这种知名度的大小 最后一点点时间 我请教您一个问题 可能比较冒昧 因为很多人提到现在 特别是在国内的这个拍卖品市场上 即使是从这个拍卖公司拍到的这个艺术品 都有可能买到的是假货 您是怎么看待这个拍卖品公司的这个诚信的问题的呢 这里面涉及一个问题 就是中国的拍卖法 有这样一条 那么这一条呢 是被很多人 就是大家 那个就是 斥责的 就是拍卖公司 艺术品拍卖不保证 就是拍卖公司不保证 很多人呢 就是觉得这个是霸王条款 认为它是非常不合理的 其实呢 我说呢 这个道理非常简单 法律不能要求一个人承担他的能力 所不能达到的责任 你明白我说的意思吧 也就是说这个事情 我承担不了 你如果要求拍卖公司保真的话 就相当于说要求医院 要把所有病人都给治好一样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所面对的很多作品 都是古代作品 画的人已经死了三百年了 也就是说 我们没有法律上的一个证据 证明这个画 确实是他画的 就是中国最有名的专家 大家都聚集在一起 一直认为这件东西是真的 你拿到法院做证据 也法庭上也不认可 为什么 因为你这个证据是什么 是靠经验得来的 没有科学依据 那所以我们的法律就有这样一条 那么这一条 其实我这样一条 我曾经跟很多人讲过 我说拍卖公司 说不保真是负责任的 说保真是骗人的 我如果一个拍卖公司 我卖的作品都是古代的作品 或者说是过去的 已经去世很多年的作家 作者创作的作品 我说我这个拍卖是保真的 那是骗人的 为什么 因为我没有这个能力 一个拍卖公司水平再高 也不能够说保证 我们所鉴定的每一件作品 不出披露 不出差错 这是不可能的 拍卖公司你的作品质量的高低 所表现的是什么 表现的是你拍卖公司的专业能力 有些拍卖你一进去满眼一看 这全是假的 假的都太差了 那么你一看这个拍卖公司就是外行做的 对吧 你拍卖公司 其实拍卖公司的口碑是什么 一个是专业 一个是诚信 这个专业体现在什么 体现在就是你的拍品质量 首先第一 这个拍品质量是两方面决定的 一方面是你心里边 你心是正的 你不是故意要去卖假的 这是第一点 那再有一点呢 你心正以后 你还有这个能力 你的专业的团队有这个专业的水平 至少说你保证你的作品 绝大部分人认为你的作品质量是比较高的 我们只能拍卖其实这样 如果说确切的说 我们只能说我们把我们认为是真的作品 通过我们的拍卖呈现出来 至于说你买的人认为是不是真的 那么你自己来决定 就像说我们开一个医院说我们不能够 我们不能包治百病 对吧 但是呢 你觉得有比我更好的 你去找他 但是你觉得你认为我有病可以来找我看 那你来 但是我不能够 我不能够保证一定要给你治好 简单的来说 这个拍卖公司 本身是本着诚信的态度 去把这些艺术品放到市场上 放到拍卖品市场上 而作为这个收藏人 或者说是这个拍卖的人的本身 这个艺术的素养 也是有一定的要求的 也就是说你进入到这个市场 你就要有这方面的 进入这个市场 我觉得拍卖呢 其实就像一个什么 就像说你去游乐场 游乐场都有一个提示 什么心脏病啊 什么血压高啊 什么 就你不要玩那个危险的东西 也就是说你进入拍卖来说也是这样 你有没有这个承受能力 第一 财力 这也是一个承受能力 你不能说就只有一百万 你去买个五百万的东西 那再有一个就是心理承受能力 就是这个心理承受能力 包括什么 包括价格 包括这个东西的真伪 就是说你有 你是有可能花几百万买一个假的的 你有没有这个承受能力 你如果没有这个承受能力 就不要参与这个游戏 好 谢谢董先生 今天非常高兴能够请您到节目当中 给大家来谈一些关于这个拍卖品市场背后的故事 可能很多人没有机会能够接触到这些这么精彩的东西 非常感谢您 也非常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的收看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凤卫视